今天是2021年2月23号 中午,我去医疗点打了第一针牛津疫苗 这是施打的医疗点内部硕士照片 有专门引导的工作人员,负责排序 等候的人都有专门分割好的座位 先从最右边的门进去,登记各资 完成以后再回到座位 等待被叫到小房间里面去打针 打针的时候会问你是什么原因来施打 我是因为工作原因被通知去打的 打之前医生会简单说明可能的副作用 包括胳膊痛、恶心、发烧这些 并让打完多喝水、发热、吃、不热吸痛 打之前会问你哪个胳膊是常用的 针剂会打在不常用的胳膊上 就定一下的感觉,一秒就好了 打完针大约10分钟左右 胳膊就有很明显的痛感 随后有加重的感觉 也稍微有恶心的状况 但是第一天感觉也就是这样 没有特别严重的反应 第二天凌晨开始有点头痛 体温正常 早上四五点钟开始胃含发烧 六点测得体温37度8 吃了两粒普热吸痛 九点半体温降到36度6 下午四点半体温再吃上升到37度8 继续吃普热吸痛晚上再吃一次 全天有轻度的肌肉、酸痛、疲劳感 实力良好 这是打完针后给的说明书和疫苗卡 这个卡需要妥善保存 以备第二针使用 最后想说艰难的2020过去了 我们终于等到了疫苗 感谢所有的医疗人员 谢谢